999亿资金争夺20股 主力资金重点出击7股名单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2月10日消息 三大指数集体高开 随后走势分化 护制早间斩幅震荡 创业板指再度大跌 板块方面 养殖业 基建板块持续走强 机场航运 旅游板块走高 环保 水利板块活跃 礼电 光福等赛道板块继续下挫 盘中一度跌近8% 跌破500元关口 为盘小幅回升 股后指数继续分化 护制翻红 创业板指跌幅一度扩大至3% 随后有所回升 扩概念 储能 工业母基等板块持续走弱 总体而言 个股跌多涨少 今日两市成交额达9300亿元 具体看 截止收盘 护制报3485.91点 涨0.17% 成交额为4050亿元 深成指收报13432.07点 跌0.73% 成交额5314亿元 创业板指收报2826.52点 跌1.98% 成交额2070亿元 统计显示 淘宝20的股票成交额超999亿元 根据资金流向图显示 在这20只股票中 有7只股票呈现主力资金流入 其中 主力流入净额超5亿元 主力流入净额超4亿元 主力流入净额超3亿元 主力流入净额超1亿元 主力流入净额不足1亿元 另有13只股票呈现主力资金净流出 其中 明德时代主力流出净额超13亿元 主力流出净额超9亿元 主力流出净额超5亿元 主力流出净额超4亿元 主力流出净额超3亿元 主力流出净额超2亿元 主力流出净额超1亿元 主力流出净额不足1亿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